一尊凝風輕輕吹過來 提起君子不是瓶泡 途中的半寶魂 已堅坑半寒 無聲的夜 順心走陪 無聲的你 思我心疼 一陣兩風輕輕吹過來 第一輾前不是冰霸 道中的半部睡 已經更半湯 擁著我上頭也 你對我 打斥聲 如今心來的遺憾 是你不再加我嗎 我想要唱歌給你聽 心愛一句話我也講話 你是我的使命 我想要唱歌給你聽 只要你的感情 給我一點屁股 我的永遠給你吹破 我想要唱歌給你聽 雖然我不知道你一組的感覺 但是我的一直唱到無聲 我想要唱歌給你聽 我想要唱歌給你聽 雖然我知道你一組的感慨 但是我會一直唱到無聲 我想要唱歌給你吃 何時只能該討明我的討明 何時只能該討明我的討明 所以今天你們三位 因為你們都很年輕 所以在詮釋這樣的 你們各自選這三首歌的時候 都有唱到那個皮 唱到表皮 可是裡面的東西 那個不能怪你們 因為你們年輕 那就是慢慢去體會歌詞內容 要表達的東西 這個你們三位都要再加強 那孟喬 老師好 孟喬 你今天這個歌 我覺得音準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你今天身體不舒服嗎 沒有 就是一直想到阿公的事情 好 這我也要跟你們講 作為一個專業的歌手 唱歌一定要有情緒 但是你的唱歌歌聲 不能被你的情緒影響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每次都講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年紀小 有一個日本的歌手叫 美空雲雀 他在唱最後一個演唱會的時候 不死鳥的時候 他一邊唱的時候 眼淚這樣一直掉 可是他聲音完全沒有變 那個要練習 一定我們會被影響 可是比賽 比賽其實大家各有優缺點 那最終我認為最終比的是誰最穩定 這個是我們最後決勝負的關鍵 好不好 三位都不錯 你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腳橋 老師好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的歌 我不知道 是你喜歡這首歌 特別喜歡 然後才去挑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你甜甜的聲音來唱這首歌 其實 本來就比較難去表現這樣的一個 歌曲的味道跟感覺 那我覺得這首歌 當然是你 因為你是歌手的身分 所以基本上你唱歌的技術是一定有的 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你的聲音的厚度是不夠的 所以你的底氣是不足的 如果說你可以讓你在唱歌的時候 你的氣 包括你的肚子的中氣 如果說可以更足一點 你就不會像副歌 是用喊出來的感覺 其實喊出來的感覺是有一點 比較單薄 喊的話聲音是比較單薄 就只有喉嚨的聲音 如果說一個人要有聲勢力竭的感覺 不應該只有喉嚨 應該是要有身體整個 包括你的中氣的部分都要更好 像我最近有一種體會 其實我覺得唱歌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核心這個部分很重要 你的核心要夠好 你的那個肚子推出來的力量就夠大 而且那個氣會更足 你的底氣就會更足 唱出來的聲音就不會這麼單薄 會比較厚一點 我覺得你可以再從 三位都一樣 喜歡唱歌的朋友都一樣 運動非常重要 練練核心很重要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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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